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一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化学者 专注于当代文学大众文化的研究 对于读书他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年轻时候要读书 肯不懂你也要肯 然后你再翻来覆去多看几遍 就这么熬一段时间 最后你会发现有一天就会灵光一闪 豁然开朗 他致力于研究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 理性看待当下社会现象 一方面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状况要多批判 多反思 多谴责 多要求 另一方面你也要感受到 就这个社会其实也不容易到今天慢慢来 从电影作品到当下热点节目 他善于从每个角度洞悉文化热点解读年轻人的困惑 刻意的不装也就是另外的一种装 你其实看的并不是说你想在里面得到一个真正的魂力 而是说你通过这个来宣泄自己的很多感情上的焦虑 真的是反映了年轻一代在感情上的严重的亏据 本期节目张一吴与您共同分享年轻人如何学习 在一开始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些互动环节的问题 向您提问做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好 好 我们请观众朋友们提问 张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职业吗 谢谢 我不是我愿意不愿意 是我到时候可能还得帮他去直直路 因为现在我看他才八岁 现在就是觉得这个学习老不能够集中精力 我们严厉地管住他就能够上去 然后只要三天不抓他的学习立即就下来 我觉得到二十多岁他要择业的时候肯定要向我们咨询 他不咨询的话我也要积极地提意见 虽然我提了也没用他也不理我 您认为您的哪种美德是被高估了的 高估的很多 我基本上我的各种品质都被高估了 但是我是觉得我最被高估的大概是年轻时候 很多老师或者是同学都觉得我还是比较有才华 这个绝对是高估的 因为我都是偷偷在家里学的 人生里边自己其实判断自己还是比较清楚 就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张老师你好 您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我觉得是大家不要看着你 哎呀兄弟呀哥们 然后但是最后背后可以捅你一刀 朋友之间我觉得比较坦诚老实是最重要 张老师您好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您希望让什么重现 哎呀重现呢 当然年轻时候 二十多岁 那时候初恋什么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说 那时候的话就会避免犯很多错误 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了不起 很能干 然后你觉得无所谓 但现在你会觉得那些事情都很珍惜 要回去的话 我觉得回到那个时代 我们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张教授您好 您的那个角度 怎么去看待宗教这一块的人生 谢谢 大的宗教好的宗教都对人生是有用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任何宗教只要是正面的向善的都有帮助 现在这个社会的观念也多元化了 这个人们对信仰的理解也很丰富了 但是呢我是觉得宗教的话 一方面是作为一种信仰可以理解它 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知识来掌握它 就是它的历史 它的传承 其实我们如果有兴趣 也从这些角度下下功夫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人类的宗教活动 人类的信仰的生活有更多的体认 其实对我们会有一个帮助 就是一方面我们有权投入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尖离的观察 这两个方面如果都有的话 其实你的人生会更丰富 中国的培养的有一个长处 就是把中间的或者资质比较差的人 都能够培养成比较好的人 那么怎么给天才留空间 这是我们社会要考虑的 我到人大福中看的那个老师 很多在美国交流的时候 他回来说 哎呀那些中学根本的数学 就不能叫个东西 您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对阅读特别有您的扮演权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您自己怎么样制定您的阅读计划呢 阅读计划是这样 你有两种书 一种是你需要在长城地读的书 就是比如说我计划在这半年内看五本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书突然吸引你 你在当当上逛一下 就发现有两本吸引你的 这个不妨碍 就是你只要在这半年内把那五本看了 你别的书再买来都没问题 你再看 有一种是短期随机的 就是说我不做计划的 我蒙上了我就看 比如说在当当上 我碰上这本觉得很好 我就马上订购了 订购回来我就看 或者别人给我推荐了一本 马上就看 就是有一个随机的 有保持弹性灵活性 但另一方面呢 你一定说我半年把这五本读完 一定计划不能订得太紧 但是呢计划一定完成 您都会读一些什么样的书呢 我一开始就是看见什么读什么 那个时候我父亲的书架上 很多书就把它拿来就随便翻 我觉得形成习惯是很重要的 就是对书有感觉 爱看 这是第一个 到现在我倒有一点心得 读书的话 读两头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读两头呢 一个是读经典 就是这个经过别人都看过 别人觉得有用的书 这个经典是经历过很多考验的 你比如读唐诗 你就先把唐诗三本手先背下来 另外一个呢 就读你同时代人写的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生活的理解的书 这个还是有用的 就是你的同代人怎么想 他们在你跟你生活 在同一个状况下面 他们怎么想的 其实对你有用 这么读过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中间那些书 都可以看了 因为人生非常有限 钱中书先生有一次 他到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去 图书馆的馆长什么 他们就给他介绍说 哎呀 你看这个书那么多 我们这藏书是最丰富的 你看钱先生 你都没见过 中国的善本都没见过 然后钱先生非常潇洒 就说哎呀 说这个我到了你们这儿 我才知道人生中间啊 有那么多我不需要的书 这个书呢 我觉得很高 就是说生命里面 你其实能够看到的东西 是比较少的 虽然说我们倡导读书 但是你能读的沧海 只能取一宿啊 同时呢 我觉得要把跟你观点不同的 你觉得不对胃口的书 看完 这个我觉得对人是一种磨练 就是你会发现 哎呀 你一看这个书 这个人说的话 每一句都我都不喜欢 我恨死他了 你就要骂他 但你能不能克制住 你想想他那面的道理 怎么回事呢 他为什么会 这个人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他怎么这个思想 就跟我这么不一样 换位思考一下 哎 学会了这个方法的话 你读书就读进去了 你比如你光喜欢读武侠 你看着琼瑶的这个 言情你就不屑 看到一书的言情你就不屑 你再看一本这个 你耐心来 你说哎呀 这个讨厌 什么男欢女爱 无聊啊 没有我们这个豪迈的 说杀了就杀痛快 看一着以后你会觉得 哎呀 就他那种感情的细腻 什么 你会体会一下 也有道理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那些女生爱看 跟你不一样的这个书 还有她的感觉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生命的面 就宽了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有无限选择的时候 往往你并不能够 宽容地理解一切 反而是变得很狭窄 这个时候我觉得 一定看点不喜欢的 对你读书一定有用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 之前您也说过 要看一些印书 对吗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读 这些难懂的印书 不读印书 第一个你眼界就不开 为什么 就人类难的东西 你不能理解的时候 你联系浅的东西 也是很浅的 你读了很多 难的印书以后 你的生命视野 会大得很开 特别是年轻时候 要读印书 大学生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你没什么事 就是谈谈恋爱 就是学习学习 经历最好的时候 这个就好像那个练体操 要把那个筋 在小的时候 就得脾刹脾开 你要腿脾不开 你到15岁以后 再脾不开了 这个人的脑子 其实也是一样 你要在20多岁 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 你要是不读点印书的话 你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接触这些东西 因为没时间了 你要结婚生子 面对生活中间 很多庸俗的事情 这个印书 我觉得西方哲学 应该是最好的 一个是康德 一个是黑格 纯粹理性批判 精神现象学 这个东西都是最可怕的 但是最可怕的 你只要看过了 一下子就掌握到 一个最高的程度 你别的东西都能对付了 这个书读起来不容易 一开始先看点辅导资料 先看点背景 每天20分钟就硬啃 啃不懂 也要啃 然后你再翻来覆去 多看几遍 就这么熬 熬了一段时间 最后你会发现 有一天就会灵光一闪 豁然开朗 我那时候读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就有这感觉 真正的看了好几遍 第一圈看完了 豁然开朗 第二圈看就快了 真的是这样 人练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有飞跃 所以我觉得印书 看了以后 你最后会发现 对自己人生 有一个最大的帮助 就是你走到哪 你看人生 看别人 理解世界物的能力会强 你对人生的见识就高 真的是有用 你也曾经说过 除了印书之外 我们也要多读一些闲书 为什么要读闲书 闲书太重要了 我觉得你这个人生 因为很乏味 我们大家都生活得很单调 所以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觉得一点闲书看看 消遣一下还是很重要 就养成阅读的习惯 一个是喜欢读书了 对文字有一种敏感 好处就在于看得快 很轻松 然后对你生活 也有一种软性的帮助 其实都挺好的 我倒觉得 这书时刻身边背一本 你比如把散碎的时间用起来 比如咖啡厅等人 吃饭前等人 没事干 也百无聊赖 这时候拿出来 反正你手机上也有 就下了 下了以后就看看 看看以后 其实对自己就有帮助 比如很多闲书 其实文笔很优美 我倒觉得一书什么 其实写得不错 尤其是中国内地的年轻女性 看看一书 其实对自己职场也有帮助 对自己的打扮 穿着什么都有帮助 因为在香港那个时候 它的现代化的过程比我们早 所以很多经验 现在中国女性才遇到 还有一种软书 反复可以读的 就是比如说唐诗 陶渊明的诗 这书其实都不难读 可以零碎时间看 因为中国这个诗也很短 但它其实对你的精神 气象 气质有一种培养 你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你看了这些东西以后 其实你会有一个分寸 就人在和人交往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为什么说这个胸有诗书 气自豪 就因为你有了很多积累以后 你这个人的状态 你这个人的表现 得体不得体 这样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 他对于这个社会的状况 缺乏敏感 其实看书是帮助你建立社会感的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读读这两种软书呢 你会发现人生的面光 视野开 聪明 这个就更好了 就是你就像下棋 你能看的不是多 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你全局官有 够聪明 你知道的事多 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看点轻松的东西 看点小说 喜欢这个诗歌 对人都有帮助 接下来我们也给观众朋友 一点点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困惑的地方 我们可以现场举手提问 我们请第一排这位 张老师您好 现在一拿起书 就会有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 就是我想记录一些东西 但是就会降低我的读书速度 然后另一方面 如果我不去记的话 又会觉得非常遗憾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做笔记是需要的 不要怕这个耽误你读书 其实重要的东西 把它记下来 你会发现你就吃透了 我现在发现 现在做笔记的方法 比过去多了 我就是用网易的 有道云笔记 有道笔记是在我的手机 在我的iPad 在我的电脑上都有 那么我随时看到 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我就拿手机什么把它记下来 传到那个云端 存在它的这个服务器上 然后后来下到 电脑里边都是一样工作的 这个时候你随时可以调阅 随时可以看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增加效率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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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您好 在中国的很多学校里面 都比较注重专业知识 很多学校甚至都取消了语文课 然后我就想请问一下 其实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们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读与写的能力 读写的能力是人的一个基础的能力 这个太重要了 这其实很可惜的 我是觉得这个方面 其实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的学习 终身的训练 以后现在有个好处 就是有微博 发两条微博就写了280个字了 现在我觉得写作能力比过去要提高 但是呢我是觉得 一个是说写一点微博 保持你对这个写作的敏感 这个还是很重要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要发展自己的一种兴趣 你发展一个方面的爱好 你比如我就喜欢唐朝 你就把所有关于唐朝的书 拿来消遣 或者就喜欢杨贵妃这个人 你就把所有关于杨贵妃的资料拿过来看 就是你保持一些人文方面的爱好 这种爱好对你其实会有帮助 就是帮助你保持自己的生命的活力 保持这个敏感性 这种敏感性就使得你的读写 其实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好 谢谢 谢谢 张老师 您怎么看待奥数热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社会对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分歧 家长往往送 学校往往觉得送了挺好 然后呢社会舆论是批评 我是觉得奥数其实也是好坏参半 在中国的环境里边呢 奥数呢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我们一方面呢 就不必去崇拜他 但另一方面呢 我倒觉得学也无妨 对中国人来说 其实中国人的数学学的是 全世界大概最难的 所以我到人大附中 北大附中胖的那个老师 很多在美国交流 他回来说 哎呀 那些中学根本的数学 就不能叫个东西 我是真发现 这个中国小孩到了这个 美国欧洲那个上学以后啊 主要语言不行 但是这个数学都好办 想象力弱其实也有一个好处 我按部就班的把计算能力加强了 逻辑能力加强了 我可能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我能够在美国的大学里 当一个研究员 当一个这个博士后 这都稳定了 就中国人大批的是做这些工作 就是中国的培养的 有一个长处 就是把中间的 或者资质比较差的人 都能够培养成比较好的人 但是呢我们确实有一些毛病 毛病在于第一个是想象力不够 然后使得很多创造力被压抑了 这是我们一个缺点 那么怎么给天才留空间 这是我们社会要考虑的 但是美国它不是这个 它给天才留的空间够多 美国的公立学要什么 它基本上放任自留的 你要有才 真聪明 那你很快出来了 但是这个 对那个资质比较差的人 他其实没有一套手段 来把它保证提高 他给这个平常的人 没有立标准立规则 这个我觉得是 日本美国都有这个问题 日本的教育 现在他觉得他叫学籍崩坏 学历崩坏 什么叫学籍崩坏 就是小学一年级 没学到一年级东西 学籍崩坏 什么叫做这个学历崩坏 大学毕业了 没大学毕业的能力 他们觉得呢 他们的制度反而反思 向我们学 就觉得中国管的言有好处 因为资质差一点 你也能上去 你觉得日本人很放松 他在公立学校里真的放松 那学的真是一天 四个小时的语文课 就学一个汉字 认了一个疯字 这个做诗人是可以的体会 但是做小学教育的效率太低了 这本效率低的话 他这个小孩 最后你会发现你要优秀怎么办 家里都偷偷地送去补习班 所以我是觉得奥数这个事情 辩证地看 一方面它暴露了很多问题 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很多矛盾困难 但另一方面呢 你会发现你的脑子 由于学了数学 你脑子精密了 你将来什么样的社会都能对付 我倒觉得这个其实也有一定帮助 谢谢 我们请最后这位女生 张老师您好 对您来说 对你生命 你的心灵还有你的人生信念 发生重大改变 或者是影响最深的有哪些书 钱先生的书对我的影响最大 研究钱先生是我毕生的兴趣 因为钱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他就是觉得人性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个观点 从围城看 你就会看到他对人很尖刻 他看人生看得很透 我们可以不像他那么尖刻 我觉得太尖刻了也不行 钱先生其实对人是很客气的 他见到老前辈都非常客气 他写信给人都非常谦虚 但实际上内心里边是非常自信的 但是他其实保持这种礼仪 传统文人的这一套观念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的人生其实对你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觉得围城看完了以后 你可以再进一步 看看写在人生的边上 就把钱先生的书看一遍 我不能要求大家去看管追编太深了 另外我觉得最基本的文学的训练 感性的训练 我觉得唐诗三百首还是最基本 还有一本可能比较生僻但是有用 就是这个朱自清先生的 叫语文影及其他 就是讲人对语言文字的敏感 就他分析日常生活 我们说话和我们自己的关系 那个时候其实很好 这个书看完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对别人说话怎么回事 你看得清楚了 别人跟你客气 还是真心地想邀请你 别人是怎么想的 你自己怎么想的 都会辨析清楚 我觉得那很薄的一本书 但是对我人生有用 还想有一本 我觉得是我很隐秘的书 十几岁的时候拿了一本 看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 就是这个《小王子》 我每次看到那朵花 和他的一种感情 我都真的觉得很感伤 最后那个《小王子》回不去 被蛇咬了 我真的觉得特别痛苦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欲望 看见女孩子长得漂亮 我们都高兴 但是一种感伤 一种感情的丰富 这个其实对人来说很难 所以我是觉得《小王子》 你看 真的看进去的话 会流泪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无情未必真豪杰 你这个感伤流泪 对自己来说也挺有用的 今天会发生的 我会发生完 我会发生完 还会发生完